我们过来的国家领导人 不是要带领我们去对抗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他至少要让我们知道说 他很清楚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愿意在我们主权的 确保的前提之下 跟对岸的中国进行和平的交流 彼此达到一个和平的繁荣新境界 但是这个前提是要 你要很清楚知道 目前我们国家有没有主权的威胁 这个威胁对于多数的台湾老板 他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飞弹对着我们谁愉快啊 不管你的意识形态是统独不统不独 都没有人希望我们台湾的自由的天空上面 有飞弹对着我们 你如果不知道那个飞弹对台湾人的 民主价值的意义的话 你选什么总统啊 你每天白色恐怖东白色恐怖西 你自己才是对白色恐怖对飞弹恐怖 没有任何的正义的态度 这种人不能选总统 这宋主席现在恐怕必须要这个正式交代 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选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你怎么能够说 对岸的这种飞弹是保卫中国的领土 所以不要那么紧张或者是在意 这完全是违背了我们国家 违背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一个价值跟权益 除了一个政治人物 他不配三选总统之外 其实他身为一个国民 他也有人格上的问题 搭配他这句话 这个是他对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忠诚度 当时的目的就是要跟中国大陆 这个中共当局表态 他其实在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 他讲到一段 其实那个叫做树点望族 他讲到他看过建国大业 这部电影很好看 但是他说我注意到的不是国共的兵戎相见 而是一再强调民主党派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民主党派那些花瓶政党被这个共产党毛泽东他们收拢的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 各位他的父亲宋达是在国共兵戎相见的时候把他从湖南乡下带到台湾来的 我当记者的时候曾经被他讲述了一两个小时 当时他们多么的艰困的 跟着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海军马 从这个湖南乡下到了青岛 到了那个海港 如何艰苦的在炮火当中来到台湾 现在他在中国大陆中共那些人的面前讲的是这个话 他的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所以这个人是人格超级破产 这些资料全部统合在一起 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曾经他还是大家认为政绩非常不错的省政 这个来自于宋楚瑜先生说不回应杨文嘉先生 或者是周玉寇说你要拿出证据来 那今天这样的是不是一个宋楚瑜先生不能够回避的事情 因为你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陶哥这个不是对两位前辈是不好意思 这不是不回应 我如果宋楚瑜啊 我今天早就告寇寇姐啊 所以他不敢回应 我今天也早就告杨文嘉啦 最好是收押净见啦 怎么怎么不 如果照寇寇姐刚刚的描述 宋楚瑜那个不叫奔走两岸啊 这都跑来跑去啊 我请问你你这几年一直跑来跑去 这个不是抹红也不是抹黑喔 那是不是应该因为你要选总统嘛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你这几年去中国啊 接受的什么招待 见了哪些人 做了哪些事 说了哪些话 我很怀疑啊 如果说今天是马英九或是蔡英文跑去中国那么多次 早就被骂死 你是你母亲啊 人的一个省长来 省长跟我们省长应该是要平起平坐的啊 他们的省长看到我们马总统是要矮一劫的啊 你那么热情的招待他 陈云宁你是非见不可 陈云宁有什么好见的 对不对 我们省长来就要请吃饭就要跟他们那种 我说宋楚瑜主席 如果要破解大家对他的怀疑 很简单 就针对周玉寇小姐讲的 终正要求澄清要求道歉 不然呢 你看杨文嘉刚刚才举出来的 杨文嘉那个就是说 那个TVBS新闻报错了 中平网什么中新网新豪网 对对对 新闻源头都错了 那涛哥你刚刚看的我们那个T台 去年的代子 那今年的8月 去年啊 270 去年的代子对 8月还有3号 虽然我们现场没有录到那个拜 可是依照我们的经验 那种活动已经全程录音录影了 掉就有了 他这个重点是宋楚瑜先生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需要跟所有社会大众再次的交代 这比任何其他的事情都关键严重 我们接下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除了刚刚杨文嘉 举出来这个蛮害人听闻 宋楚瑜先生过去的言语 这是在维基解密里面 维基解密也就是前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杨淑蒂先生在这个维基解密里面的曝光 是针对2006年这个7月17号的话 那么是宋楚瑜主动 宋楚瑜先生主动要跟这个杨素地的处长见面 宋楚瑜说批评国民党支持的市长候选人郝龙斌 缺乏担任首都市长必要的资历 更重要的郝龙斌继位在2004年支持连宋佩 甚至在2002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时还支持马英九连任的竞争对手 宋更强调马英九的顾问不排除要求郝龙斌退选 以换取他同意不搅逐2008年的总统大选 这是维基解密 那么宋楚瑜在这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言语 不但提出来他是要来交换的 说你让我在2006年选台北市长 我可以考虑2008年不参选总统 等于放给你马英九一次的机会 我给你一次的机会 同时也像杨素地 因为这是AIT的这个维基解密 是AIT杨素地的这个整个像华府的一些报告 那么宋楚瑜强调 我在整个台湾可以左右政局 我可以 我是一个核心的角色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被曝光宋楚瑜先生是大怒 方教授 这里面我看到当然宋楚瑜讲这些话 或怎么样去交换 但是里面你会让人家觉得 他是要取一个选总统的人 选总统如果你当选的话 宪法事实搭条 你要刻保卫国家 增进人民福祉 无负人民所托 可是你看到新天的所有新闻 就一个关键字 主动 他见了湖南的那个梅克堡的时候 主动说导弹不是对台湾的 他主动 如果杨素地讲的没错 我主动跑去见美国高官 然后我们再回想 2005年 主动跟陈水扁谈 我要去大陆 其实这里面真正可怕的问题是 宋楚瑜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他狡诈 反复 今天我们作为任何一个选民都要严厉的质问 宋楚瑜你的忠诚在哪里 我们对一般人民不能做忠诚检查 做总统的人 你的忠诚到底是对谁 日本美国中国陈水扁 还有谁 也要讲清楚说明白 这是黄川夏先生点出来一个重点 我们国家的选领导人 他基本上你是要让 除了让人民生活无缺之外 你是要对整个国家忠诚的 保障我们的宪法 保障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主权 那如果宋楚瑜先生 你这一点如果还不交代 在这么样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跟河南省的省长说 我是湖南人 但是我也是河南人 而且我只是在这边打工的河南人 跟说我是阻击河南 跟我在那边打工 宋楚瑜先生 这个道理不至于你不懂 然后又可以跟湖南这个书记讲说 我这对岸的飞弹 不是对着台湾人民 是保卫中国领土 他说我们现在都在中国领土上 是宋楚瑜先生 我们选中华民国总统 还是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 宋楚瑜先生 这一点恐怕是不能够回避的 陶哥坦白说我爱死了危机解密 如果危机解密再加上 我们这些政治人物到中国大陆 对他们领导人所讲的话 一并统统的加起来干的话 其实台湾所有的政客的嘴脸 原形毕露 真的是很好玩 将来也不用什么辩论 也不用什么交心 他就开始谁是谁 但是你不要忽略 他对AIT的讲法 或是到中国大陆各省 去表达的讲法 其实有一个主轴 就是我宋楚瑜最难干 我宋楚瑜一定要有机会 其他我都可以到处乱讲 没关系 也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还有你们要求他要有忠诚 我觉得你们对宋楚瑜要求错的东西 所以我一再在节目里头 向中南海还喊话 我说你们今天也许据传 担心宋楚瑜搅局对不对 但是他今天敢这么搅局 当然是源自于他自己的自大 但是我觉得老共这一路 宠坏了宋楚瑜 你不觉得吗 他到大陆风风光光 他觉得说本人很有分量 本人很厉害 但是我也必须用大胆的预测 这一场戏演过了以后 宋楚瑜有好长一段时间 恐怕去大陆 没有人再这么热情的炸弹 因为他的原型已经被老共 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对岸怎么看 那不是我们台湾人民关心的事情 台湾人民说 我们要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是所有的检验能力 宋楚瑜先生你说我的能力 我成长能力 你再怎么能力 真的再强到已经是盖世武功 就这一句话 你已经把整个我们台湾 是彻底送到了 我先讲一句话 他今天其实是转移焦点 因为他对这个 昨天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对他来讲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他今天用这个转移焦点 扩大用丑陋这两个字 很少人是用丑陋 丑陋是非常的严重的用语 尤其是从美国人的角度 一个政治人物 如杨苏丽者 杨苏丽在美国看到了 也应该有所反应吧 那他的这个危机解密 博瑞光曾经说过 这是非常正确的 在九月的时候 在美国的台湾的记者 跟他这个见面的时候讲的 杨苏丽的这段谈话 当然这个显现出 他某些人格上的 这个心术不正之处 但是他其实回避的 还是他跟中国大陆 那些厚颜无耻的 几乎简直是 就不惜趴在地上 这个跪求某些这个土地 或是跪求一个 省长经验的复制地点的 态度的表现 他小心一点 这些资料在很多人的手上 不是 不是 重点是大家 每一位马英九先生 大家用一样的态度来检验他 对 蔡英文女士 你不能够说 我自己是怎么样 你只能检验别人 蔡英文也面临同样的检验 一致的标准 宋楚瑜先生 别人在检验 用一致的标准 是合理的 可是你现在 大家观众朋友 看出来这个梅干没有 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完全只字未体 这件事情 如果发生在马英九 任何其他人身上 不但是民进党 不但是民进党 周边的这些媒体 那还能够让这样子出卖台湾 是什么叫出卖台湾呢 我对于就是说 出卖或者 执意宋楚瑜的忠诚 这件事情因此认为 他没有资格参选总统 我个人有一些 有些质疑 不同的看法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等于是在排除 统派参选的可能性 今天如果 如果有一个人 他诉求统一 那他的论调跟宋楚瑜的论调 是不会差很远的 他可以参选吗 他可以参选啊 讲清楚 对就是他只要讲清楚 他很清楚的说 对这个话是我讲 这我的主张 我认为中国的飞弹 中国的飞弹是为了保卫中共的 中国的领土的主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可以这样讲 讲了之后 我们要保障他参选的权利 诉诸选民 只要选民觉得说 这个人的话我听得进去 跟我的理念是相同的 固然我们知道 政治的现实上面来讲 他可能只会得到10% 甚至于更低的得票数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拿到50%的时候 那他还是上啊 他的当选的合法性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宪法只有所谓的内乱外患罪啊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你会觉得听 宋楚瑜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听起来很奇怪 很不合理 那我们可以要求他 对于他所讲过的话 出来证实一下 这是不是你讲的 你听他立场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OK的 但是不是因此而就是 否定他参选总统的一个可能性 不过你看到 维基解密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最少就我们现在 用红字所框出来的这些部分啊 我觉得其实很 就是我认为维基解密解的密 就这一部分来讲 没有任何失真的地方啊 跟当时的政治现实 是极端吻合的 就是宋楚瑜批评 国民党的候选人 郝龙斌缺乏 担任首都市长的必要资历 这个是对的 更重要的 郝龙斌没有在2004年支持联宋贝 这个是对的 因为他们他是候选人之一 他非常的清楚 甚至于他倒数 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 还支持马英九连任的竞争对手 那个时候呢是李英元 那宋楚瑜讲这段可能很多人说 他怎么可能支持李英元呢 因为之后 在郝龙斌在参选市长的时候 那在蓝军内部呢 就强烈的质疑郝龙斌的忠诚度 那个时候呢 在蓝军里面就有很多的黑寒 因为民进党做了一些文宣 那个文宣来自李清元的阵营 暗示郝龙斌是很支持很肯定我李英元的 而郝龙斌没有去否认这些东西 所以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面 你即使不能够说郝龙斌是支持李英元 但是你说郝龙斌没有坚定的支持马英九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文机简面这个部分很难去否认 不是现在这个重点 刚才乡龙斌先生讲的一个关键 宋楚瑜先生你公开的讲 无论杨文家刚才所引用的对岸的新华社说 宋楚瑜讲这个对岸的这个飞弹 是保障中国的领土 宋楚瑜先生当然可以这样讲 你当然还可以选 只要人民要选你 可是这一点你不能够逃避 不说清楚不讲明白 然后又推说拿出证据来 我们稍后再欢迎所有的观众们 持续来检验 这就是一个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候必须要面对全台湾民众的检验 而且是一致的标准 民进党也不能够有双重的标准 稍后回来